在大學的時候碰到的教材 可能就覺得這項媒材跟我以前學的比較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教材它是由礦物去做它的那個創作的方式 就是以礦物下去挑膠水 那我覺得這項媒材就是它可以可能性我覺得是比較大 就是它還有就是除了礦物以外還有剝 就是可以玩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刷刷洗洗或層層疊疊 然後一層一層的那種感覺我蠻喜歡 因為我自己性格關係吧 我覺得教材因為比較沉 有一種沉穩的感覺就是因為它在堆疊的過程中 其實礦物跟礦物之間會有反射 那它會有一種亮度自然就會有一種亮度出來 然後加上它本身那種比較灰階色調的感覺 我覺得兩者搭在一起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自己是蠻喜歡這種 就是綜合比較陰性的感覺 對對對 這一張的話就是我是一樣就是以城市的施工為主 那因為城市施工它會用到很多音架帆布 然後很多機械什麼什麼 那我就去除掉很多就是我們可能看起來平時 生活中看起來比較有壓力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只保留就是他們所使用的藍白帆布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結合就是雲朵 然後我就希望就是用藍白帆布 然後還有雲朵這種感覺就是讓它有一種飄揚的感覺 就是比較像內心一個轉化的過程 對對對 就是我們現實就是生活在城市裡面就會常常會有施工 然後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就會比較感到緊張或比較有壓力 然後我就是想說以這種方式去呈現城市裡的那種壓力 然後又不會讓人感覺到壓迫感 對對對 這次的時間是從12月7號到12月25號 然後在大墩一郎的三樓這邊展出 然後主題名是叫做成蝶前浴 對 然後歡迎大家來給我指教 然後還有來觀賞 謝謝大家